新浪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非常有名的主持人郭敬平 然后今天在我身后呢 我为大家带来刚刚成立的 新晋宇宙顶流 SKY 所以这位是我们的C位吗 是 好像是的 那我可以坐C位的边上吗 快点快点快点 这位熬到现在觉得最想做的是什么 太难了 太难了 对 真的难 就是网上流传各种各样的版本 关于你们的那个出道的团迷嘛 所以说对于这个团迷有什么想 觉得呢 觉得如何 火 天空少年 对 空少 好啊 空少 空少 突然就高端了 高端吗 很高端啊 空少不高端吗 空少 空少是这样的 对 你们穿的也很像空少 天空的颜色 天空嘛 就是很 对于一个自由的向往 就是 又来了 自由又温暖 自由又温暖的向往 我觉得天空那么大 任我们飞 对吧 我们的舞台哪里都有 对 我在台湾非常的激动 然后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很激动 然后就其实在一到这种场合呢 我的话呢就会变得非常的紧张 但是我的心里还是非常的 到现在还是 还没有平复下来的 你在激动什么 就是感觉 那么终于结束了 然后呢就是突然有点不适应的感觉 半年的时间 会很怀念这一段日子 会怀念 会怀念 那你不一定 哈哈哈 因为 因为 长大了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现在我想象不到我可能明天的状态 所以可能会吧 就是太激动了太激动 因为 呃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其实大家都经历了很多嘛 时间那么长 在这里面有感谢 我在听到那个第三名的时候我就在猜是 林默还是还是那个那个那个他 因为因为那个那个说的第一个那个嘛 我就很觉得很像你们两个 然后他不是你不是也跟讲吗 要么你要么我 所以说非常非常感谢郭导的认可 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幸运之一吧 还是很满意的 因为我其实 要么也不是敢说很满意 哈哈哈 这个笑的呀 还是很满意的 只有第一名才要满意 就是就是 呃 林杰 林杰前两天 就是我们回去 排练完回去还还说 啊 这个成端以后 要要要要去到北京 然后他 然后他又说 他说 北京不是成端的王 对 哦 哦 哦 好 应该是吧 要不要不一个团分 分七个地方住也不太 我现在想我住下部 我觉得也不错 很有排名啊 就是就是 还说说 要一起 我说 我说 我可能有点 有点慌 有点迷茫 因为就看到自己 因为顺位 发布之后就觉得 啊 又随时在这个边缘 徘徊 就可能 万一掉下去了 然后 又还是或者保持在这儿 其实前两天就很慌 因为我经常 就林杰睡着 其实他知道 我肯定还 就是没睡 不用慌被哥哥们爱抚一顿就好了 这个 对 所以其实今天晚上 这个名次还是 没想到的 但是我很高 很开心很高兴 对 然后我就台上 宣布那会儿 然后就 比较懵 然后说 说一下 成团感应 就是不太会 会说 然后还是很感谢 郭老师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才刚开始 对还是那个话 对 我们都还年轻呢 就是我希望我们 都是能一步一步走 他说的那种人 对 因为只有我们的 基础打老师了 我们的路才会 能走到更长远 第一个宣布是你的时候 我看你当时在台上 非常的震惊 这是什么心情啊 你在台上 我太震惊了 我真的震惊到 我当时懵的一片 我当时是不是 那这样发言很垮 就是 就是你慌了大概有20秒 你才开始正常的发言 是吗 对 真的 真的完全没有想过 其实后面也不咋正常 就一下子就梦了 你真的没想过 就是还挺 但自己还是开心的吧 这个 你等等等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六个人 没有 其实跟这帮兄弟们 跟兄弟们一起 跟兄弟们一起 全是开心的吧 今天我宣布最后一个的时候 你有紧张吗 因为我翻的时候 我也压力挺大 因为其实 我大概知道 12是西可可林杰嘛 其实那个没什么悬念 但是第七名 我是紧张了一下的 所以当我一看到是你的时候 然后念出来是李默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当时 在没念之前你紧张吗 嗯 我最紧张的时刻 不是公布我 我自己个人卡七的那时候 而是 他的时候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三 没有 就因为没有 自己没有想到会 就是 我还太 就蛮相信自己能够往上冲一冲的 对 所以三宣布是小伙之后 就剩一个七 然后剩一二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 我的心如死灰 心如死灰 我说 我不会真的出不了吧 会比较想这个 对 所以最后念叨是七 还是松了口气 就松了口气 对 其实那个时候 我也蠻紧张的 我现在内心此时此刻 最真实的困惑吧 我现在内心最困惑的是 名牌不小心 我已经粘到了顶流导师的包上 那个包多少钱 那个包多少钱 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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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办法 这个衣服不会也很贵吧 有忐忑 还可以吧 三四百万吗 认真问一个 其实 也可以问未来的 对 我帮你算一下面 看一下星座 郭导 郭导 就 你觉得目前 以我们这个程度 您以后有到 OST啊 或者什么东西 有可能会考虑我们吗 不会 算了 那跳下一个问题吧 我思考一下好不好 你这太 你场面话总要说一下吧 嗯 这是这是这是 还是要看 现在就开始给自己拉火了 就是 就是还要看歌曲合不合适了 好帅吧 我说是对 嗯 有希望有希望 你们能唱什么呀 我们什么都能唱 我们什么都能唱 什么都能跳 对 我未来有合适的 我觉得有这个方向的 肯定是因为自家宰子还是比较 哎 就没什么求不求的 哈哈哈哈 我想问一下郭导 你觉得我们 这个团 今后的发展是怎样的 就算一下 就是怎么 觉得可以吗 作为上司 哈哈哈 敲指就算 嗯 等一下 嗯 可能 也就跟我差不多火吧 我们一起火一起火 哈哈哈 对 共进退 共进退 我想问其实就是 前两天真的是有点累崩 我跟卓越哥真的就是 熬了五个大夜 就没停过 然后其实想 很认真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能坚持这么久呢 就是在一个真的很累的情况下 因为就是脑子里有您工作的那个情景 你知道吧 就是当时拍MV 不 郭导也坚持不住 你们快走 快走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 我对李希凯说的最多话 你快走 我还在那边 感谢郭导也 快走 快走 就是当时拍MV嘛 因为两支MV 其实都很 耗时间上又很都紧急 就觉得 对很累 就是到底是怎么靠这个 坚持下来的 前天 前天就是有工作人员叫我们起床的时候 差点都哭了我 是吗 对都 就是就是觉得 就 在一个情绪下面 对 就太太压抑了一直 都太累了 原来有一次工作就是 我已经熬了三天的夜了 我有一个 我本来不太爱哭在工作上面 我情绪化 我工作上不太爱哭 我那天哭 就是一个崩溃的点 就是他们本来答应我 放我回去洗个澡再去片场 结果他们车开错了 直接把我开去了片场 我就是因为我没有洗到澡 然后我就在片场大哭 崩溃 然后哭了十分钟才继续开始开机 所以我特别理解你这种感受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小郭你也要明白 就是说这个行业它一定是 这种辛苦它是常态 它不会是你们以后 就是只面对这一次 我觉得以后你们还会遇到好多 好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就是每一个人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 有比你更多想要这个机会 人他们在后面拼 所以当你拿到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觉得累不累都可以暂时先拼 不重要 就是不去考虑它 因为我觉得 你一旦稍微放弃 我就会很有遗憾 至少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做一件事情 我就不留遗憾的去做 反正我努力的 之后就算结果不好 我也不会难受 因为我知道 我都吃上劲吃完了 但如果 最后因为自己没有努力 然后最后那个结果不好的时候 你会非常的后悔 哎呀早知道我就怎样 怎样怎样 我觉得这种情绪反倒是会很负面 就是做一件事它到底是降好还是不降好 什么叫降 就是就是执着 执着 执着对 所以我特别爱钻那个牛角尖 但是我也不会轻易的表现出来 但是我自己就会 内心就会一直过不去那个坎 你是这样的人 你是你非常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 最终能成功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性格的人 不够倔的或者不卯了那个牛角尖去钻的人 一般他不会走到最巅峰的 谢谢郭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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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好有一个问题想请教郭老师 就是之前有帖子说我 那个 会空降出到位 然后 其实 最怕的感觉不是在意别人的看法 而是被冤枉的时候 就是你怎么解释也没用 就很难受 就他们觉得说 你是跟别人聊好的 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过这些东西 但是就是别人都相信他说的 这话题有点沉重 我都不敢聊 这怎么聊啊这个话题 我觉得你不要管那种 因为网上说什么的都有 真的说什么都有 特别是这种选秀节目 包括我 别说比如说选手了 导师很多时候也说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你开始再问那东西就 就 你就输了 你就输了 认真 本来成的观众我觉得 我一直跟包括他们那几个 我就比较熟 我都跟他们讲过 这个真的就是你们的一个起点 他并不是说我就到这儿 或者什么 从现在开始 此时此刻 你们未来还是走更久的 而且 说实话一个团 其实未来很多不同的团 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 像你擅长的 比如说西坎擅长的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也许未来各自都会有自己很好的那一面 但是 七个人组合在一起 都又是一个很大的难 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 那目前阶段 因为不管怎么样 这些东西你 你不可能去一个一个有疑问的 你都去跟他们解释 你不可能面对得了这么多 对 所以我觉得你就不用去管理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就是 你是平时是怎么去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的 我比较想要学习这个 我就是只去在乎我要做的那个事情 就是我想做什么 我心里特别明白 就是我要做那事 别人说什么就没有用了 对 因为只有你自己清楚 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你只要是朝着那个目标 再完成其他人 因为说白了 别人不会对你的人生负责的 只有你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 直接网上随便说说 就对他说没有意义 他又不用管你的人生 他只说了一句 对他只随便发泄一下 你的人生好坏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就是你的人生 人就这一辈子 你肯定得按照自己的那个想法去 所以但凡跟你的意见 或者跟你想要的东西 是之外的那些声音 其实听到也没太大的用处 对 除非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你真帅 对 除非你提批评的这种 那你就认真听就好了 但那些恶意的 或者站着说话不要疼的那种 你不用太去在乎它 我觉得这种心理负能量的东西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 我相信你们经常在各个时候都会有 但是你要去想说 这种东西对我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啊 他对我想要完成那个事情 不会有任何带来任何正面的 那我这样做就是没有意义的 有时候把自己从感性的里面跳出来 一点 理性一点 你就会更简单的去看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好 热衣喔可以可以可以 热搜第一 真的吗 哇 扬眉土气 oh my god 这个 还是人生第一个热衣吗 那其实好像 诶 真的是 是吗 是 哦 恭喜 哦 这后还会有吗 哦 这后还会有吗 这个 呃 这个 呃 你肩肩的勇敢一点啊 会的 你想想 刚才郭导算过了 我们团既然 之后能跟郭导一样活 哇 那 那我觉得 这个可以 这个绝对可以 是是是 SKY少年是非常朝夕活力的 然后主要是跟我感情特别好 呃 陪伴了他们大概也是快四五个月 小半年的时间吧 然后也是从一路导师变成很好的朋友 然后变成他们现在也是没大没小的 经常跟我开玩笑 导师的尊业也是已经快消耗完了 哈哈 希望未来呢 也是可以跟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工作场合 都会碰到 这就证明他们其实越来越火 对 能碰到我的场合 听懂吗 就火了之后才能 哈哈哈 哎 各位加油 如果未来两年之内我们都碰不到的话 那可能就有点问题 哈哈哈 那不是你们出的问题 就是我出的问题 哈哈哈 嗯 这个 最后跟我们新浪的 网友们 一人说一句吧 好吧 就对未来的愿望也可以 然后对大家的感谢也可以 反正发自内心 好的 SKY天空少年出道了 希望大家多多招待 谢谢 好新浪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嗯 今后我们会 更加努力 然后呢 有机会多见面 谢谢观赞 好大家好 我们是 能唱能跳能演戏 还有跟很娱乐 然后 我希望大家可以拥有自由和温暖 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天空里任意翱翔 对 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然后我们是 会努力做到 就像郭老师说的 宇宙顶流 对我们还是要以那个目标去奋斗 然后会越来越做到 更好 至少要有颗心 对啊 就是要努力拼搏向上那颗心 我们会努力做到更好 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请多多 关照 嗯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然后 嗯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对 我们人生路才刚开始 然后会一步一步的走踏实 然后希望我们能一直在 新浪娱乐见面 大家好我们是SKY天空少年 我们是五彩缤纷的少年 所以我们会在天空 自由的翱翔 SKY SKY 哈哈 滑了吧 SKY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耶 哈喽大家好 我是SKY天空少年的林默 希望我们这个团队能够像 天空一样没有上限 对 哎呦 离开地球表面 有点 离开地球表面 离开地球表面 那最后呢 就是也希望 那个新浪的所有网友们 以及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人 可以支持 我身边这群年轻可爱的 男生们 没有什么求不求的 没有什么求不求 有点尊严 对有点尊严 对 然后 呃我陪伴他们很长的时间了 但是可能对观众朋友们来说 他们是一个刚刚成立的 在崭新的一个男团 所以说希望 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让大家更了解他们 带给大家更好的作品 我作为老师呢 也非常的开心 请大家支持 SKY天空少年 SKYT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